不過現在要來看到的是現在鴨跟鵝爆發疫情 也讓冬天熱賣的薑母鴨生意大受影響 業者就說他們用的紅面公鴨 現在一直已經漲了100多塊錢了 未來恐怕這些都要讓消費者來吸收 陶翁裡面薑母鴨煮得不斷冒泡 天氣寒冷 民眾找來三五好友一起搭蛋薑母鴨 平常幾乎滿座的薑母鴨店剩下五六桌 南部爆發禽流感 業者強調雖然鴨肉來自中部地區 但是生意已經受到影響 民眾對業者的鴨肉品質很有信心 但是業者卻有說不出的心酸 今年薑母鴨用的紅面鴨公 產量已經受到影響 去年每支的價格大約550元 今年已經漲到600元 如果繼續漲下去 每支紅面鴨公很可能漲破700元 到時候漲不漲價陷入兩難 生意恐怕更難做 不只鴨肉受影響 去年開始豬肉因為產量減少就寒涨 今年初南部地區又爆發禽流感 農曆春節常用的雞鴨鵝 感染數量超過十幾萬 雪上加霜 年關將近 雞鴨而減產 價格可能上揚 民眾過年採買年菜 可能省不了 記者龔玉德 許家詩 台中報導